国航的PS5用备份的方式登陆港服之后会不会被搬机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问我这个问题 我先说结论 以我这台国航PS5为例 用备份的方式登陆了港服 购买过一档二档会员 一个月两个月的都买过 都是正式会员 我之前用PS4用了三四年 用PS5用了半年多 都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我估计很多购买过国航PS5的同学 和我的情况应该都差不多 所以说国航通过备份的方式登陆港服购买会员 正式会员 这是正常操作 备份也是索尼提供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也不可能把你的机器给搬了 那什么情况下会搬机呢 我们可以上网搜一下 搜索PS5被搬机 大部分都是2021年 也就是去年5月份的新闻 因为那个时候 国航的PS5刚刚发布 很多人都通过备份的方式 登陆了港服 到这步是没问题的 那时候索尼有一活动 叫免费申请或者免费体验14天会员 那个时候只有一档会员 我不知道这个活动现在还有没有 免费体验14天会员 也不是说没有条件的 需要绑定一个信用卡 等14天过了之后 它自动会从那个信用卡里面扣费 我估计有很多人通过黑卡 也就是黑信用卡 或者是通过网络平台 网络商家帮它申请的 这个14天免费会员 然后到期之后并没有自动转证 或者说它领取了大量的免费14天会员 这种情况相当于白嫖 或者说占索尼的便宜 索尼看到这么多人占它便宜 它才出手给搬机或者搬账号 通常PS5的搬机是和免费申请14天会员是有关系的 我们只要避开这个坑就可以了 但是我也看到有人说 他自己申请了14天免费会员 也没转证 也没有被搬 应该也有这种情况 我建议各位不要轻易尝试 买一个正式的会员 哪怕一个月呢 也就几十块钱的事 千万不要贪这个便宜 我没有被搬过机 但是我被搬过账号 就是我这个港服账号 被搬了不到一个月 那个时候索尼也没有规定不能那么做 后来做的人多了 索尼才把这些账号给封了 而且还封了一批PS5的机器 那时候PS5还是挺贵的 具体怎么做的呢 因为PS5购买了会员之后 可以领取那个精选集 就是这个精选集 里面有20款游戏 它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只有PS4 没有PS5 我找了一个魔宝的商家 他有PS5 我把我的港服账号密码发给他 从他的PS5上登录 另外我提前购买了这个会员 因为有会员 商家通过他的PS5 可以把这20款游戏 领取到我的这个港服账号里面 那么我这个港服账号就有这20款游戏了 我在我的PS4上 就可以免费玩到这20款游戏了 可惜也就玩了10天吧 我这个港服账号就被封了 大概过了半个月才被解封 因为这个事件算是钻了索尼的一个漏洞 一个空子 索尼开始可能是好心 但是没想到居然可以这么玩 然后就封了很多账号 还封了很多机器 我估计那些机器应该是永久被搬 但是账号只被搬了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又和正常的一样了 所以说还是奉劝各位不要轻易尝试白条或者占便宜 一个是不要用黑卡 尽量不要从其他商家那里购买点卡 用自己的支付宝给自己的账号充值 这个港服会员账号是自己申请的 用到自己的邮箱 购买正式的会员 哪怕一个月呢 尽量不用租用账号 现在二党会员也很便宜嘛 也没有必要那么做 用正规的渠道 正式的方法玩PS5是没问题的